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藍商 上次的影片聊到焦皮 那今天我們來聊聊桌球拍的本體 桌球版 這就需要分成幾個部分來聊聊 第一種 用握拍法來分類 以打反來分類可分為幾類握法 第一類是目前直列選手的主題 叫做刀拍握拍法 代表的選手有 中國的馬龍 日本的水谷鎮 德國的Timo Ball 這些選手都是當今刀拍選手的強者 第二類是中國式直拍握拍法 像是中國的文浩 水星和香港的黃正廷 這種握拍法的選手 現在在國際賽場上比較少見 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反手的劣勢 沒有辦法和刀版的選手抗分 還有現在在業餘場上比較看得到的 日本式直拍握拍法 和日本陰陽式直拍握拍法 好像在年老口裡一樣 數次直拍跟槍拍真的沒看到什麼樣在用 那麼這邊就不先多做討論 第二種是用夾層來做分類 是用一片或多片的木頭做成桌球拍 第一類為單板 是用整塊木頭下去加工製成 也是最單純的拍子 但同時也是最難挑選的拍子 大多數是用塊木去製作 挑選只能靠自己的經驗和運氣 這邊我提供幾個方法供你們參考 我單板拍基本上會選擇 木紋平均分散的木頭 然後紋路垂直於拍面 重量比較輕一些的單板 單板的擊球手感差異非常懸殊 所以即使是相同型號的拍子 也不一定有相同擊球的手感 再加上好的塊木越來越少 造成單板品質稱之不齊 因此價格越標越高 此外木材的乾燥過程不同 也會造成各種硬度不同的單板 第二類為合板 是由兩層以上的木片合合而成 比較常見的有三夾、五夾、七夾 其中又分軟五夾、硬五夾、軟七夾、硬七夾 通常以一個大型為主體的板子為主標 也是有那種十九層的拍子或大型式纖維的板子 但比較不常見 例如這個和這個 合板的擊球區 也就是俗稱的天區 通常比單板大 而且擊球手感較為穩定 板子個體差異性比較沒有那麼大 品質較為穩定 造就目前賽場上大多數的選手 都是使用夾扮的板子 第三種是用材質來分類 分為純木拍跟纖維拍 純木拍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木頭縮組成的拍子 至於纖維拍 總而言之就是國際桌球組織 把乒乓球改了材質 並把大小越改越大 所以比賽常常形成退台相似的情形產生 大多數的球員覺得純木拍越來越不夠力 所以就有把純木拍加入纖維加成的拍子產生 有些人會有一些疑問 既然木頭拍不夠力 為什麼不開發合金製的拍子 這是因為國際桌球組織 雖然沒有規定球拍的大小、形狀和重量 但底板虛為平整、堅硬 而且底板材料至少應有85%的天然木料 所以才沒有廠商研發類似羽毛球用的合金製牌子 第四種是用餅來做分類 一類是刀板的餅 有錐形餅、收藥餅、直腸餅以及葫蘆餅 這四種又以收藥餅、直腸餅最為常見 有人說它打得出差異 不過我自己是直拍很大 所以這就靠你們自己體驗吧 另一類則是直拍的餅 有日直餅、中直餅 還有前面所說到的日本營養式直拍握拍法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歸類 所以在這邊提一下 那種拍子的特點 就是可以貼兩面的膠皮 然後是直拍的拿法 這三種看你是打單面推檔 還是直拍很大 或者拿日直想要打點不一樣的東西 就可以考慮拿營養拍了 還有還有日直以及營養拍都有分角形和圓形 看你自己的打法還有形狀看著瞬眼下去做選擇就對了 有些廠商也會把柄做成中空 讓整體的重量減輕 讓拍子的重心靠頭 聽說拉出來的弧圈球質量比較高 大致上就分為以上幾種 如果以上真的聽懂的觀眾 我做了一個表格 可以自己暫停看一下 這是我自己整理出來的內容 一定會有比較特殊的牌子了介紹到 來請各位見諒 當然這些都是比較主觀的意見 主要是給一些不知道怎麼挑選桌球版的新手一些建議 實際還是要自己打過比較知道 如果會有自己挑選牌子的球友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區分享你挑選牌子的心得 這些就是這次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岸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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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